姐姐 我让叶欣多准备了几床被褥 还有一些平时穿戴的衣物 索欣也亲手为姐姐缝制了一些 贴身的衣裳 我一并交给灵芝了 多谢你 这儿的吃穿用度也都周全 往后也不用这么费心了 姐姐 我知道因为那件事 你对我有一些生分 可是当日 你让容沛把那个香囊交给我 我便知道姐姐不是全然不理我的 姐姐是怕我受了牵连 所以你 你既然懂得还偏要进来 如今姐姐这般处境 我不进来看你一眼 我怎么能安心呢 姐姐我不怕受牵连 我只怕 只怕跟姐姐革心 林云彻那事 你 你我姐妹这么多年 我怎么会真的跟你革心呢 算了 这事就不要再提了 从今往后咱们都不要再提了 我如今这个样子 你们还是跟我离远一些比较好 今日见了 下回也不要再费尽心思再到这儿来了 姐姐 你 我 你 痛苦了 你的皇后奉冠哪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 伍拉纳拉室 再也不能出第二个亲父了 姑母 我一直想要问问您 您身在宫中 有哪一天是平安喜乐的吗 我的确未曾一日欢喜 可是在这儿 欢喜从来就是不重要的事 既然不曾欢喜 为何必破自己 皇上和我都已经不是 彼此心中的那个人了 放手了不是更好吗 可你是乌拉纳拉式的女人 要誓死捍卫皇后的地位 延续家族的荣耀 家族的荣耀 乌拉纳拉式的女人 好像世世代代 都被这几个字拖住了 姑母啊 我不想如您一般 深陷之念 不得解脱 我还希望 我还希望 乌拉纳拉式的女人 不要再进入神宫了 我会有一日 我会忘记 我会忘记 你会忘记 我会忘记 自己核心 皇帝 自从皇帝禁足了皇后 这都半年了 前朝多少大臣禁言 说要废后的被皇上贬斥了 说要解了皇后禁足的 也被降奉降职了 如今这前朝可真是安静了 连个说话的声音都没有了 那太后您还心烦 没声音就是没定断啊 皇帝也该想明白了 早点把皇后给放出来 弄成这样多尴尬呀 皇上呀 这是等着皇后主动低头认错呢 娘娘又在看绿美 时候不早了 奴婢伺候您早些安置吧 睡不着 好 奴婢 还一直想问您呢 怎么这么喜欢这份 哭了的绿美啊 听说 您是从延禧宫 一直带到义昆宫来的 哭了这么多年都舍不得扔 你没有见过他开花的样子 你没有见过他开花的样子 当年皇上把这送给我的时候 满只绿莹莹的 好看极了 人海围到江南了 绿美却先到了 皇上记得我喜欢苏杭的绿美 我也仔细地仰着 过了没多久 她还是死了 这南方的绿美到了北方 还是水土不服的 乌阿哥真是有心 人虽不能来 但知道娘娘礼佛 每隔三日必有新鲜的花卉 和檀香送进 可娘娘现在 最缺的不是这个 给我吧 这檀香的味这么纯 永迹送的吧 是啊 可是 是 想说什么 娘娘 奴婢是想 我阿哥一直送香花和檀香来 足以说明 他能够照顾咱们的日常 可是他 只送鲜花和鲜花和檀香 是想让娘娘浅心礼佛 也让皇上知道他的态度 不管是 规则一类了 那你这个手 不 怕他尝尽呢 那他这个呢 也不不 我觉得她的 情人 那么一条 是两全其媚 既全了些她微孝心 可是也让皇上知道 她栗赞娘娘静心思过 容佩你糊涂了 永齐天资聪慧 从小珍妻才得了皇上的器重 如果此时因为我而受到牵连 是万万不能的 奴婢明白了 怪奴婢想得不周 还帮娘娘原谅 拿花儿去吧 是 朕诸皇子之中 皇巫自永齐最贤 今日特计为亲王 封号为荣 朕诺人 儿臣多谢皇阿玛 恭喜皇上 东处荣幸础 皇娘 东北浸了一皮皮子 皇娘怕冷 选几件好的做冬衣吧 皇帝有心了 副驾 跟我下来吧 皇帝 天儿冷了 这易坤宫的宫印还足吗 应该不差 到底夫妻一场 哀家替你做主 给易坤宫送一些过冬的器物去 皇娘做主便是 永基到底也是中宫所出 已尽了永齐为亲王 对永基无所表示 这也说不过去吧 皇娘 永基还小 无畏那些虚名荣宠 再说了 永基封为亲王 也确实是因为他出类拔萃 皇帝可是有立主之心 故我诸子 我有永齐出色线 儿子也别无选择 可恁 皇帝 更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 本宫这回玉玺啊总是要算悲痛啊 生儿玉女啊是辛苦的 可这宫中若论起儿女双全的福气来 谁又比得上主宁呢 本宫年过四十还能玉玺 也算是福气 但能生又如何呀 顶不上于妃那一个 皇子中独一份的亲王 这先帝在时也位立太子 只封了皇上为宝亲王 论起来 易坤宫是武阿哥的养母 可若熬到了武阿哥登基 那位还没被废后 立刻就成了母后皇太后 到时您还只是个皇贵太妃 你真以为他有了武阿哥这个养子 就一定能当太后吗 皇上给武阿哥封的是什么封号 皇上封的是荣亲王 荣亲王 世祖皇帝的孝宪皇后董乐氏 生下的四阿哥备受荣愁 世祖皇帝一意欲立他被太子 封的就是荣亲王 奴婢想起来了 那个孩子在受风荣亲王不久之后 便夭折了 洽在我阿哥的伤处 不出几日 他就会毒气溃帆而亡 不出几日 允家 王爷 你怎么不睡啊 您怎么这么疼 解 妾身去叫附近 不用 你陪着我就好了 那妾身给您倒点水 也好 还要吗 不用了 妾身去给您拿点吃的 不用 陪着我就好了 是不是腿又疼了 不要紧的 来 安心睡吧 妾身就在这儿陪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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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